大家好 这里是由蓝调口琴网出品的半音阶口琴基础教程 我是圆圆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要来继续探索半音阶口琴的低音区 其实通过我们之前的学习已经了解到 半音阶口琴它的低音区1到4孔和中音区5到8孔的音符排列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低音区的探索呢 重点其实是集中在气息上面和演奏 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是否能够把你的低音区很顺利的演奏出来像这样 如果你能做到 那表示你现在的气息和口腔的控制力已经掌握的不错了 但如果说你在演奏低音区的时候出现了吸不响的问题 那其实就是你单音演奏还不够标准 我拿低音区二孔这个低音的发为例 来做一个示范 有些人他们含琴很浅 口腔很扁 好像这样 那他吸出来的低音就会不标准 音会偏低 甚至会吸不响 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吸不响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在二孔就是会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还有一些人呢 他是口腔不是扁的 是已经张开了 就是我们单音说的要张开口腔 但是他的舌头在根部拱起 那这样会导致什么 那这样也会导致吸不响 张开的口腔 让根部拱起就会变成 他这个舌头根部阻挡住了这个气息非常通畅的流劲 所以说我们在演奏低音区的时候 更需要把你的口腔张开 舌头往下平放 不要拱起 让气流可以非常通畅的吸进你的身体里面 那还有个小方法 就是吸低音区的时候 你可以抬头来吸 像这样 这样你整个这个气息都打通了 就没有哪个地方会阻挡住你的气流 你可以把它吸响 吸响了之后 你再把你的头摆正 找到你刚刚的那种通畅的感觉 然后保持住这样的口腔状态 然后去练习去熟记 好 在这里呢 我要再次强调 低音区对气息的要求 比中音区要高很多 所以我们演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呼吸方法 也就是第二课 讲单音的时候 我们在强调的 副式呼吸 用你的腹部发力 去调动 去控制你的呼吸 你的气息 大家也可以用副式呼吸 去练习低音区的单音长音 让自己的这个单音 再巩固一下 单音一定要寒深 口腔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通畅的空间 那本课呢 我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低音区的练习 现在我为大家示范一下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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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课还有一个练习曲 是 《国际歌》 大家可以在蓝调口亲往 本课页面当中 获取它的曲谱和伴奏 好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